劳共现在拼命做大驱 它是有道理的 因为美国也有很多 就伯克级 提克康德罗号 都是这种 跟大驱是同样类型的 那你要做一条航母 最少要两三条大驱 做带刀护卫 对不对 还有052一起带着去 所以这个东西 它这个大驱下水的速度 是赶在航母下水之前 先把防护的能力要建立 各位你这样就听懂了 所以这个老公的建军 它是有步骤的 他要预期做多少航母 他就要配属多少带刀护卫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老公 他的造船能力 刚好回过来补充 他刚刚提的问题 美国所有的军舰 不管提克康德罗号 伯克级也好 航母也好 送修的 就好我们到医院去挂号一样 先排 还得先排队 一两百号 难了哪一天我去看病 他这个船 连油漆都没骑 所以一看美舰都是 都是泼泼烂烂的 那个油漆都掉了 还有创船的 因为他在外面疲劳过度 那日本这个将领 他有战时的经验 各位都看过中途岛海战 还有珍珠港 那个航母的对决 美国的什么 大黄蜂被击伤了 因为就近 就修好了 又回来了 所以打赢了 日本的航母构造 比较简陋一点 一打就成了 所以日本要提供 韩国也会提供 因为以后我把开分院 台大分院在这里 那每条船到这边来 顺便就维修补保 就做了嘛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的 可能的 因为就战术思考来讲 你记得兵推里面讲 美军会损失35条战舰 对不对 那他如果在日本修一修 天后天又回来了 因为美国的船 你问舰长 隔水舱做的很多 它不会容易很容易沉 被你打个洞 它还浮的 只要能够开回来 它就能修得好 所以日本这个将领想法 不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二次大战的海战经验 尤其太北洋海战经验 美军的航母通常受了损 修好了又回来 日本是一打就成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航母能够回来 等于是战力又增加 只要不成都有机会 所以这个案有可能 不是美国人要求 日本要求 美国也要求 它自己的船修不完嘛 就跟我们到台大看兵一样嘛 不要挂了哪一天 的确难怪这个美军的海狼 集合动力潜舰 康乃迪克 其实它是在2021年 现在已经2023年了 的时候呢 因为它在南海下潜的时候 就撞到海山 所以那时候据说受了重伤 好开回去之后呢 等了很久才修 估计花费要8000万美元 24亿台币才能修好 好在这个前提之下 刚刚两位将军 已经把我们分析得很到位了 那再来呢 美国是不是真的要撤第一岛链了 蔡委员你怎么看呢 包含了之前菲律宾的 这个马德雷3号 等不到补给啊 菲律宾派6艘快艇要突破封锁线 结果中国海警船 全部把它拦下来了 表示其实中国是海军越来越强 它也有能力 来进行包围封锁 再来呢 美国认为2025年 刚将军说的 中国海军舰艇数量 会比美国多出100艘 以及呢 每一次解放军在东部的演训 封锁美国援台的登陆点 再来 第一岛链只有台湾 从来没有跟美国进行联合军演 好 有分析 那真正目的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美国正在研究 如果说在南海或东海 真的有军事冲突 美军暂时移防关岛 而把连接冲绳 台湾和菲律宾的第一岛链 防卫任务 委托给日本 讲好听点是移防 这个讲难听一点 不就是落跑 退后往后退 退到关岛去吗 蔡委员你怎么看 我倒是没那么乐观 说美军会撤离第一岛链 理由在哪里 理由是美军在日本的基地 大大小小有一百多个 比较大的比较我们知道 什么佐世保 什么加索纳 还有那个什么 这个横滨等等 它是比较大的 事实上大大小小有一百多个 这个一百多个的基地 并没有看到搬移的现象 没有 第二个就是说 美军是有把这个关岛 再度武装起来 应该说再度武装 然后美国的航空母舰 也许可以两边来游异 但是说美国的雷更号或什么其他 会撤离开横滨的港 好像也没这个迹象 没这个迹象 相对的它还叫日本 开始动员起来做帮手 要用飞弹来封锁宫古海峡 把菲律宾装备起来 要必要的时候封锁巴斯海峡 所以我认为美国不但没有要撤退 而是要把菲律宾 日本韩国也押进来 绑上这一艘战车 大家都拉进来 要把它拉进来 再加上我看到 上个礼拜我仔细看了一下 美国的军事预算 它在日本韩国的军队的军事预算 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了解 那当然关岛增加更多 还有关岛旁边弄来个什么天宁岛 这个以前二次大战的时候 一个空军基地 所以它扩大空军的一个 部署 就很可能它会认为说 只要中美万一发生战争 那在在西太平洋沿岸的美军基地 可能存活力不高 所以必须要有反击的空间 就把一份的军事能量 部署到关岛去 这可能性是 是比较像它目前的太一样 那美国 美国把防卫任务交给日本 日本有什么能力去接这个任务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日本你有什么强大空军吗 我看不出来 日本你有强大海军吗 至少日本的海空军 实力都远低于美国的海空军 就是就现状在西太平的海空军 低很多 那就陆军来讲的话 美国人也不必吹牛 弄那两个海军陆战队 解放军的眼皮底下 就是像个蟑螂一样爬过去 太量太少了 不是不行 就是量太少了 怎么跟解放军打 解放军一个 所谓突击驴啊 就比美军的这个在远东第七百的海军陆战队还多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做做样子可以啦 日本的自卫队问题比这个台湾的军队问题还多很多啊 不要讲北的哪有一个军队平均年龄35岁 我实在看不懂为什么累积会那么大 35岁我这个要请教他们两个 我想象中当年我在当兵的时候都是二十几岁左右 零四年连早都很年轻啊 那日本啊那个阿兵哥都三十几岁啊 他是这个职业军人 他把这个当职业 所以待了很久 可是兵也不能太老啊 他没有别人要去啊 他一样他募兵也不好募啊 那我们募兵还二十几岁 募兵三几岁也太夸张了 也募不到啊 也缺远啊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